2019年2月份 徐先生在嘉兴海宁利兴奔驰4S电马力辆奔驰AMGGLC43花了70多万 徐先生说刚提车没多久 车子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手机跟蓝牙连接之后 微信的语音播放不出来 手机不能播放 然后这个车子的喇叭也不能播放 开导航就没有声音了 除非要把这个蓝牙连接断开 然后把这个手机充电线给拔掉 徐先生说这个问题从2019年反映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 徐先生使用的是苹果手机 他上车演示了一下 蓝牙已经连了 然后我开始播放这个 手机没有声音 这个车子喇叭也没有声音 我高的地图导航 我随便选一个地方 然后路线 路线导航 徐先生在手机软件上点击了开始导航 不过手机和车内音响都没有发出语音提示 徐先生说蓝牙连接的情况下 车内音响是可以播放音乐的 就是微信语音和导航放不出来 此外 手机通过车内数据接线口连线充电时 语音导航也会停止播报 徐先生说前几天他开车去台州 一共开了五六个小时 手机难免需要充电 可一充电 导航就不再播报 这就得分心去看路线 一路都是心惊胆战的 听不到它的云播放的话 我一直要看手机驾车 会影响我安全驾驶 他们有没有说是什么问题呢 当时也没有说什么问题 解决办法的话 他们说让我换个手机 然后换个安卓的手机 我肯定不认可的 我觉得这个系统还是有存在一定的缺陷 徐先生提供了几张4S店的维修单 不过上面没有针对音响和蓝牙的维修记录 徐先生说 这几年因为蓝牙音响的事情 造成了开车中诸多不便 现在他希望4S店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那个苹果手机啊 本来就没有这个功能 是苹果手机 其实这个车的功能是不对苹果手机开放的 是什么原因呢 设计的功能 那他对其他的手机开放 对 推荐的时候就有了 他就这款 他这款车型确实没有了 进口的车型确实没有了 那也有其他消费者跟你们反映过类似的 目前只有徐先生 售后经理表示 之前他们就把徐先生遇到的问题反映给了厂家 得到的回复是 从该车车型的设计来说 苹果手机微信语音无法通过蓝牙播放 徐先生购买的奔驰AMG GLC43是进口车 在店里卖的也不多 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咨询厂家 看看能否通过更换部分国产配件来解决问题 1818黄金也几支报道